港鐵與政府各出8億 7月起減票價兩成為期半年 而按照可交可減機制 計出的2.55%加幅 留待明年和後年追加 跨黨派立法會議員都要求 港鐵進一步減價和放棄追加 港鐵未有承諾,說經營有壓力 可否豁免不要追加 因為未來幾年的經濟 看來都不容樂觀 現在香港其實不是很碰當 港鐵不是要承擔社會責任 你們除了現在政府補貼一半之外 減不減票價?全面減 你看我們1至3月的乘客量 我們下跌了四成 你可以想像我們的票價收入 那個情況是怎樣呢 以及1月尾和2月封關之後 譬如羅湖、洛馬州、很多車站 其實我們所有的租務收入是沒有了 高鐵其實因為關了車站 其實我們是零收入 但是我們是沒有任何遣散的員工 或者是要放一些無薪價 所以開支其實是很沉重 楊美珍說港鐵要有穩定的收入維持營運 按照機制如果明年 家庭月入中位屬的變動系負數 會凍結票價 繼續延後補價 談判定給你